这球怎么没气的啊 这就是你非要停车的理由啊 你不说最喜欢的运动 就是踢足球吗 年纪大了 老胳膊老腿的 不想踢了 是不想踢了 还是不敢踢了 你今天说一定要亲自搭建的 不就是郁青出那种方式吗 现在又说不想踢了 多矛盾啊 我答应我老婆不再踢球了 受伤了容易影响工作 生病了容易传染我儿子 像不像你 憋得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完全编了另外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啊 先生 您的酒 好 谢谢 谢谢 我说了 要让你见过真正的好 是因为威士忌的浓烈 就会觉得其他就活的 吃惯了冷餐 就能接到综合味 觉得巨树的衣服 每天穿 就会和皮肤一样 藏在你身上 你这是在改造我啊 我是想珍惜你 我不会浪费和你一起的每一秒 幸好 幸好什么 幸好我坚持了这么久 等来了你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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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 四号 五号 这效果绝对在哪 那你猜爸爸待会儿从哪儿出来 天上啊 我看看 谁的家长来了啊 他非吵着要说见你 你看 这就是爸爸最快出现的方式吧 爸爸 你放的烟花真好 帮不帮 爸 什么天来的 我们早就来了 看了半天了 行 放手 看见那个大烟花了没有啊 那边 看见了 刚怎么放了跟爸爸说 爸 还有呢 你 啪啪啪啪的 爸 别人了 臭死 妈妈的 这回洗香香了吗 嗯 这回洗香香了吗 嗯 香蕉呢 嗯 草莓呢 嗯 草莓呢 草莓呢 草莓也是F1 嗯 草莓也是F1 哎 慢慢看看洗干净了没有 老公 帮儿子把睡衣拿过来 来啦 今天这个招待货不用我讲 大家都知道这个重要性了啊 我们不仅要让客人感觉到尊贵 同时呢 这绝对是充业界的好机会 所以大家都要打起精神来 加油啊 好 怎么在这儿啊 欢迎你了 医生 我们这次的装修还可以吧 欢迎你了 医生 完全按照总部的要求的 张总 陈太太来了 来 这边 陈太太皮肤最近装修得好啊 王先生 周总 陈太太来了 来 这边 最近忙完了 你好 欢迎光临 你是 请坐 这是我的问题 今年我连换了你的新的设计师 什么意思 今年没有打算前往是吗 好 不好意思 王太太 妮妮 妮妮 王太太座位呢 不好意思 王太太 怎么回事 店长 我来处理吧 一定会让王太太满意的 不好意思 王太太 我们的店员店会给您安排一个最佳的位置 不好意思啊 王太太 这边 请 这边 请 请 你觉得我会坐在这个角落里 等着捡别人挑剩下的 王太太 这一次我们的规则有些变化 不是传越常开订货了 您先坐下来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这个才是最好的位置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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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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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没事吧 没事吧 我过来坐一下 坐下 怎么这儿会有玻璃啊 还擦那么干净 这叫抓坏的人物告你啊 我告诉你们关门啊 实在抱歉先生 我们这季主题是换镜 所以会有很多玻璃跟镜子的元素 这是我们总部统一指定的 来来来来 拿这个冰块先敷一下 我已经不打一二零了 您放心 很快就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过来 赶紧商量吧 咱们解决 艾达 周姨 你们先照顾客人 好嘞 你们俩跟我过来 好 您交给我吧 按着啊 好嘞 说说吧 怎么办 这么多人看着呢 赶紧把后续处理好 谁让你自责主张打一二零的 这种事在店内就能解决 那才是可控的 现在的情况是客人确实受伤了 我们拨打一二零第一时间陪客人 去医院做个检查 才能掌握真实的伤情 还会让客人觉得我们很重视 这样也对 万一要是明天他们找来一些 不知道从哪儿搞的伤情报告 故意说得很严重 这样我们就更难拖泽了 舰长 您看这样行不行 一会儿我陪他去次医院 如果检查没事呢 我就从您得一个授权 这次他想要什么货品 我们都批给他 如果万一是脑震荡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我再回来跟您协商 现在还整得这样了 这次厂播也是的 他们昨天弄的时候就担心 千万变什么装饰 你看看 果不起然的 现在厂子里有四块玻璃 您看要不要在每块玻璃上 贴两块丝巾 算个装饰也算个提醒吧 这 这当然不行了 所有设计那是 总部统一规范的 你凭什么随意改动 如果有人拍下来 全会总部 你是要给店长有事吗 这样吧 戴森 你去准备四块提示板 上面写着小心玻璃 放在玻璃前面 这样既可以提示客人 又不算破坏设计了 好 行了 赶紧去弄吧 那我去了 我回来了 怎么样 戴森 没事了 没事 没事 解决了 那就好 今天这个销售我还真不错 戴森 你回来了 怎么样啊 都解决了吗 医生检查了说没什么问题 客人也就消气了 接受了我们的赔偿和道歉 那就好 今天辛苦你了 应该的 大家都把手里的活停一下吧 都过来一下 我呢跟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位是阿曼达 是从香港总部来的销售总监 大家欢迎 阿曼达这次来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援一下 各个店铺的答谢活动 所以辛苦你了 没事 你好 我是副店长 戴森 Daisy 你好 我比较想知道这位同事的名字 曼妮 我叫王曼妮 销售主管 你也可以叫我妮妮 整场我都有注意到你 非常有大局的观念 面对危机反应非常快 而且敢单单 最重要的是懂得舍利 在这么好的销售场合 愿意放弃自己的业绩 主动提出陪客人去医院 这是店长最梦寂以求的助手 没错 而且妮妮一直是我们店的销售精英 上一次那个四百万的大单子 就是她签了呢 就是你呀 难怪 我今天非常好的感受到了 我们店的团结氛围 大家都不错 还有啊 我们今天的销售额也非常不错 大家都辛苦了 谢谢 原来您是香港总部来的销售总监啊 怪不得穿着这么有品位呢 我一直在看您穿的这条裙子 是不是唐立姿和OVV的设计联名款 你认识这个设计师啊 两年前兴起来人非常低调 我还在想内地有没有人关注他呢 我很喜欢他的设计 最近他不是还在上海办了私展吗 我前两天去看了他的私展 非常地惊艳 他办的是私人展 根本不是售票性质的 对的呀 我知道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想办法帮您安排 可以吗 当然 吃点热走饭吧 来不及了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怎么两点多才回来啊 你好奇怪啊 怎么还越管越多了 我看牛郎之女雀桥相会去了 关你什么事 你回来这么晚叮叮当当的 影响我休息了 很快我就能搬了 我来帮忙 我去哪儿了 你快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封印 我去哪儿了 快找个冷面 来寻找 最快 这 Bilder 这就是我会喜欢吃的餐厅 那就好了 我还怕不合您的胃口呢 你刚才说你男朋友在香港 那不就是经常分居两地吗 那你有想过去香港总部吗 那种机会很少的 如果你有这个预愿的话 我是可以帮你留意 但是副店长这个位置并不一定有空缺 可是评级调动是可以去香港的 我去 你不用仔细想想吗 评级调动没问题 哪怕降回厂商业 我也想跟他在一个地方 你看你 你们才干热恋不久吧 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 好吧 我帮你留意 但是你自己也要仔细想想 毕竟离开自己 惆悉的城市和环境 那就是孤生开始了 其实在这里也没有多少属于我的东西 还不如去到他的身边 好吧 我先帮你留意着 谢谢你安门的 是吧 这账面上肯定是有亏损的 而且啊 不是估值报告里的那个数字 我怀疑他们是做了手脚的 最重要的是 你看了这个有机标的资质了吗 已经过期半年了 这有两个追溯爱 正在协商当中 我家在湘西 还有一个茶厂呢 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啊 我们这茶园呀 生产线呀 有机标倒是都有 这最近啊 我想把它卖掉了 你们谁想接手啊 我可以便宜给你们啊 老婆 没事吧 我有点晕车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儿有点偏僻 山路店吧 来 喝点我们自产的茶 你们转让的时候 怎么连账都没差清楚呢 可能是 清禾的 不动的时候签得太太快了 所有的手续啊 都是他们那边办的 那想什么呢 李太太 你那个茶厂 到底盘还是不盘啊 我可有个朋友在问着呢 我那个茶厂啊 正想盘给顾佳呢 我现在就等着她的资金呢 顾佳这边要是不成的话 你再跟你朋友说好吧 李太太 我这边没问题的 我们公司这几天 就会进来一笔账 也就这两天的事 那就好 好啦 老婆 你签字前 就没想着过来看看啊 你们这不是挖好了坑包 往里埋吗 这 我们一直是正常生产的样 我们这儿的茶 都是好茶呀 行 我现在说的 不是你们的问题 要不要先给 那个什么太太打个电话 问问 好 我该提供的都提供了 也都是正规手续 你接手之前不调研清楚 现在又来找我说什么呀 李太太 我当初是因为相信你啊 我跟你说的也是实话呀 这肠子效应不好 我不想做了 而且一开始 是我也没想转给你 是你自己四季八里找我 让我转给你的 顾佳 这场子呢 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那是你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 后边的一百五十万转让费 你必须按时打给我 一分也不能少 怎么说 许总 佳姐 其实呢 现在只有两条路给我们选 要么就把厂子继续开下去 要么就直接宣布破产倒闭 如果把厂子开下去的话 这个有机标的过期罚款 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然后投入生产又是一笔钱 没有两三百万肯定下不来 这势必呢 要向银行再去贷款 压力会很大 所以我的建议是 我们直接宣布破产倒闭 及时止损 这样的话呢 这后续的转让费呢 又可以通过打官司 来进去捡免 我们前面投的钱呢 全赔了 我们钱白捡的 顾老板 这厂子不能关哪 工人们都都得靠它 养家糊口啊 那行吧 那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你现在怎么想啊 太难了 也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 但是我们要承担的风险太大了 我们家好不容易做到这个局面 我真的不敢再冒这个险 我刚才也咨询了几个朋友 他们说茶叶的前景 也不是很乐观 我当初为什么要签这个字 别急 投资失败很正常 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不起 不怪你 人家要害咱 防不胜防啊 明天就去跟村长说 吃吧 这儿 这里是我们朋友的一个酒庄 今天正好有一个品酒会 不过说是品酒会 其实大家都挺随意的 没有那么拘谨 希望您那么喜欢 您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啊 我只喜欢比较附体的 好的 对 震贤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男朋友 梁震贤 这位是我们香港总部来的总监 阿曼达 今次是留几日了 后日就走了 你这里搞得挺好 曼妮说你喜欢红酒啊 尝尝够不够入口啊 好 您在里面请 请 请 怎么最近好像有点瘦了 我好心疼啊 诸位 今天这五瓶酒 都是来自同一个酒庄 但是年份不同 就看在座的各位 谁品鉴得更明确一些 这个梁先生就不要参加了吧 你随口都能品出 酱饮量的水瓶 有点太欺负人了 对的 梁先生 对我们参加了 好的 我不喝 慢点替我 好 请吧各位 深红保实色色 有果香 口感饱满 应该是八五年的拉菲 这杯的口感实在饱满 而且丹宁柔顺滋滑 应该是八二年的拉菲 不只是果香 还有一些淡淡的薄荷味 应该是一个传奇的年份 八二年的拉菲 我跟艾尼克斯的判断是一样的 是八五年的拉菲 看来只有阿曼达小姐和妮妮回答正确 来吧 我们带品鉴下下一杯 这款的口感和别的可不一样了 我建议在座的各位要细细的评 好 好 梁先生现在要走啊 等一会 一会再来 别让老亮 等一会 还有好几杯 有什么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啊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讲 今天阿曼达跟我说 我可能有机会 调去香港店铺 为什么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我的业务能力强了 不是 我是说你在这里做得挺好的 为什么要去香港啊 为了你啊 不想两地分居 想超线厮守 信不信 你是不喜欢现在这样吗 如果有机会在一起 谁会想要异地啊 反正对于我来说呢 在这里也是票 不如票去你身边 还省了机票呢 如果真的去了香港 我爸妈也不用催着我回家了 上次你说 三十岁的我会更好 不会真的被你说中了吧 你的嘴还挺凝光的嘛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做销售不就是做熟客吗 你在这里积攒了那么多年的客人 你到那边去 什么都没有啊 我有你啊 你在顾虑什么 把我赖上你啊 怕呀 怕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算我去了香港 我也会继续工作 更努力赚钱养自己 香港有我们的总部 真有机会去到那边 就相当于升职 我不完全是为了你啊 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好不好 我知道 我们再好好商量 好不好 不商量 商量吧 梁先生 回来了 该买单了 走了 去买单 走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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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跟你 换了地方 咱这样来 听到没有 已经换了换了换了 怎么喝成这样 好兴啊 再来一搭提酒 我 我和她已经在路上涂干净了 不会折腾你的 没事 别担心 别担心 来 我还能不能跟你喝 爹 不是呢 你别以为你不用了 我 没事 没事 你咋弄我 我没事了 我知道你没事 你赶紧的 你再去叫一搭提酒 咱俩没事了 小子 你去 我先撤了 曹大 你去照顾好我哥 我不管了 别急了 你怪点 吃哪儿了 你渴 喝了点酒 我渴 我渴 你别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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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你别动我 喝酒 你别动我 买酒的啊 陈旭 我错了 陈旭 我真的错了 你确实 跟你一嫂子说 我错了 你承认她 你承认她原谅我不行吗 我给她道歉 放了陈旭 不遥 不能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知道 爱一个人 当相处变成客奔 谁愿意为谁多退让一吞 原谅我一直停稳 那些有关 阿曼大已经回去了 她说会帮我留意香港店铺的职位空缺 我觉得这次我还挺有希望的 我们快点吧 今天不好迟到 就被先生出的局 好的 五分钟 第二台地区私募股权基金 管理着八千八百三十亿美元资产 相当于全球私募股权市场的百分之二十六 和十年前相比啊 增长了百分之九 交易价值达到了顶峰 投资回报表现相当强劲 但是融资下降 竞争激烈是不真的事实 我倒觉得未来 私募股权基金的市场定位不容乐观 资本对技术和互联网的追逐 你不用在这里陪我 你去跟他们聊聊 我觉得这里挺有意思的 我想听一听 你又听不懂 何必强迫自己啊 但是现在技术投资会第一轮得到预想的投资 但是区块链和互联网上的结合 也是一样的趋势 目前大家对区块链还保持官网状态 而且区块链技术现在还上不完 我腿拼心一点啊 修图纸修自己太过分了 给我一杯水 谢谢 那您 无聊吧 你跟梁先生在一起多久了 没多久 你和陈总在一起有多久了 有个四五年了吧 这么久啊 那你就打算一直这么耗下去啊 耗 你是说耗他的钱还是耗我的时间 那我要用这些时间去干吗 那你怎么不听他们说话呀 那些话题我都听不懂 何必往上蹭吧 我先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大超高企业应用 将会以区块链的存在下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走了 但前景后的回报 你一定是自个不错的书子 不好意思大家 我先送他下去 怎么回事啊 说我走就走 曼妮 怎么回事啊 告诉我 我跟我里那些姑娘不一样 不是拿P图修炼来当饭碗的 我从来没有认为你跟他们一样啊 我愿意跟你来这个局 就是想多听多学 你不是觉得我在玩手机吗 你看看 你们说的这些我是听不懂 但是我可以学的呀 我很感谢认识你那么久以来 你带我开了那么多的眼界 让我尝试了那么多 我见都没有见过的东西 我很清楚 是这些让阿曼妮赏识了我 所以我很珍惜地学这些 我会自己努力 争取去香港的机会 到那个时候 我应该就有资格坐在你的旁边 听你们说那些听不懂的词了 你坐飞了 我们吃什么呀 你吃火锅呀 海鲜火锅吧 对对对 特别好吃 海鲜火锅也吃 对对对 我们也吃什么好吃的 去大家谢呀 好啊 海鲜火锅 海鲜火锅 顾佳 你来干什么呀 顾佳 为那点钱没必要办难康啊 你来干什么呀 紧张什么呀 刚从茶厂回来 茶厂最新的成品 带回来给大家尝尝 顺便说一句 这个茶厂 我做定了 那我们要恭喜你了 恭喜你找到了一个大买卖啊 这些天我在茶厂 从头到尾学了一遍 彩茶 水筛 揉碾 干燥 脱毛 压制 最终倒形成这一罐 别看小小的一片茶叶不起眼 也得经过千锤百炼 更何况是人呢 要是走歪了一步 那就不是个东西了 油文化就是不一样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的会所到底怎么了 阿猫阿狗都可以混进来啊 顾佳 我告诉你 我们早就想清理门户了 只不过是你赖着不肯走啊 那不要说那么难听好了 我帮你了 谢谢你啊 李太太 为我这么个不起眼的人 你还费尽心思挖了这么大一个坑 我心甘情愿为我的错误买单 人走的每一步都得付出代价 我付我的 各位呢 将来也一定会付你们自己的 一直觉得自己 有捷径 有靠山 这叫价值观扭曲 像我一样 我 总有一天会被纠正的 不同的是 我还能在拥有自己性命的时候离开 各位呢 因为惯着夫性而存活 活在丈夫的价值半径里 再刨一份优越感 聚在一起炫耀 比较 真的是越光鲜越可悲 我叫顾佳 后悔无期 您想喝点什么 有什么推荐吗 我们店里呢 最好的是手冲 豆子呢 都是在店里新鲜烘焙的 您可以尝尝看 不好意思 先生 您的这张卡额度不够了 刷不过来 麻烦您换一张卡 没关系 我付现金吧 差多少钱 不用了 这个不要了 好 这个也不要了 看见没 你的卡刷爆了 只够我买一根项链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合适 请收好 分手现场很惨烈 我们下周边的 说 一项链的 你很危险的 不能云日的 这个专丫链就是 它是货帐的 155 ث 还没十五分 这才有这是 在迅速的 背货走 老板 那边刚刚打电话来说 一会儿会有一批新豆子 送到咱们这儿来 送过来之后等我检查了 再签收 好 你现在也算完成了 你的心愿了啊 替你高兴 谢谢 你呢 我啊 就像你以前说的 还在给有钱人看衣柜门 好啊 记仇可不是好习惯啊 真是好久没见了 好久了 说是都在一个城市 一样也能做到一转身 再也不见了 后来怎么样啊 把我给甩了 有没有如愿的 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啊 有啊 那就好 以后你要没事的话 就经常过来 过来我给你冲咖啡喝 好 好 来了 展姐 姑姑 你快来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把我叫来 着急请你喝咖啡啊 这咖啡里可有故事 什么故事 某人重遇男朋友了 前男友 不是什么大事好吧 就是单纯地觉得咖啡好喝 第一时间给你们带过来 三年前分手的那个 他新开了一家咖啡馆 就离咱们这楼两条街 他不会就是冲你来的吧 不可能 来 说说你们的故事 真要听啊 当然了 我们俩好的时候呢 是我干这行的头两年 那个时候的奢侈品 是真的奢侈品 每天都看见最有钱的客人 在我们店里挥金如荼 那谁能不受影响啊 就那一段 心态严重扭曲 完全被物语洗了脑 就觉得江辰不思进去 不会赚钱 我就提了分手了 那这是挺伤人的 我等的是一个可以站在我前面 领着我走的男人 不是跟在我身后 随时为我添一加饭的人 你这说的不就是梁振贤吗 你现在完全相信他了 我相信我自己 这次见了江辰 好像更明确点了 如果就甘心平淡的幸福 明明错过了最合适的人选 既然回不去了 那我就应该勇敢一点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不能放弃 相信自己是没错的 佳佳 行李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啊 行 沈姐 谢谢 你明天又要去查查啊 现在感觉有一万件事 都在等着我 这次既然拼上全部家底 我就得付出全部的时间 跟精力了 那太太缺那边呢 不去了 我想要从头开始 为了茶场 为了爱情 为了 为了小男友啊 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自己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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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出去 不是早上起来我洗澡吗 我晚上洗第二天 头发压得不美了 你不要没话找话了 谁没话找话 你快点 别磨叽 谁让你早上不早点起来 不行 我忍不了了 你干嘛呀 你别忘了冲厕所啊 冲 你干嘛呀 你帮我拧一下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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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hopping 你帮我拧一下吧 我拧一下呗 你帮我拧一下呗 我去吃吧 你帮我拧一下呗 你帮我拧一下呗 在我家宾也拧一下呗 你在吧 这 见鬼了今天 陈宇 你再帮我个忙呗 这怎么回事 把手组交上来 给我 然后 要把手组交给你 这个手组交给你 我用来 不要 我用来 我用来 这个手组交给你 这个手组交给你 陈宇 你来一下呗 这架子是不是变高了呀 谢谢啊 怎么就高了呢 来 喂 哥 张果如何 昨天晚上停电加费罗蒙没好用 今天可是朝朝见笑啊 开玩笑 有我帮你追气 你稳了 哥 你想吧 我头一次觉得你有用 哥 我再教你一支 追气先追丈母娘 不怕没人帮你忙 就这边 哥 我等你好消息 来 我帮你看吧 谢谢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可以了 谢谢 我帮你看吧 你是这家店的固定会员吗 我刚刚问了一下 研卡好像不便宜 是吗 我男朋友送我的我也没问 说方便我工作之前呢 可以锻炼一下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那所以说你是在这栋楼里面工作的咯 是啊 你呢 我不是 我听说啊 这家店是一家高端连锁 从香港开过来的 人啊 有时候就是有点恋悟 就是习惯用的东西啊 到第二个地方还是会想要拥有 但也未必真的喜欢 说不定也就是涂个方便 你觉得呢 你拿出来西线ного样 你不是在家吗 就是在家吗 你不是在家吗 就在家吗 你不是在家吗 不是在家吗 很老早 你不是在家吗 你不是在家吗 然後我嫌得家吗 你不是在家吗 你不是在家吗 好 老 어려 香港也有的 有啊 我自己在用啊 我今天才知道 那张会员卡有多贵 超乎想象的贵 那可不可以转卡的 如果我调去香港了 我也可以用 不会浪费了 你就在这里用吧 陈贤 要不这次我跟你一起回香港 就当做是移民考察了 我明天回去了 你能马上请假吗 你好奇怪呀 之前出去玩 嫌我老担心请假 这次我想说走就走了 你倒拿请假来噎我 对 我是不能马上请假 那你如果有诚意的话 为什么不主动提出 让我陪去香港玩 香港那个小小的地方 有什么好的 我不明白 内地才是发展的好地方嘛 香港有你啊 先吃饭 您好 请问您有熟悉的销售吗 看这个剪裁很好的 而且这个颜色也 我要它服务我就好了 好 马斯 让我这位同事为您服务一下啊 您好 您是 我们前两天在俊路里面见过的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啊 那您今天来是要选点什么吗 嗯 是蛮多东西都想要使的 对的呀 我们东西都很好的 我帮您慢慢选 那就这一排我全都要使 这一排 您确定啊 你担心买不起啊 没有没有 那我帮您拿 我们衣服材质也很好的 穿得很舒服的 不像其他品牌 你眼光很好的 这个都是我们新品 而且我觉得呀 你穿白色会很好看的 这些都要的啊 嗯 这边请 我们试医间在那边 什么情况 大客户 不知道呀 没来过 结贯的 加油 怎么样 那些我都不太喜欢 那我再看一下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乖 影片 本来 好 好 怎麼樣辦好呢 都不太滿意 我再看看吧 小姐您的咖啡 謝謝 要麼我來為您服務吧 讓我同事休息一下 不用了它滿好的 但你這都挑了三個多小時了 沒有一間合適的啊 你們這家店是不買不讓市的嗎 沒有 我繼續陪您挑挑到您滿意為止 算了 沒意思 就這個吧 買單 謝謝 謝謝光臨 好 你的吧 侖狠 很野藏 你要不要把它看見 好 很威風 我這麼有在那裡 現在划了 您可以給你 走了 走了 我们的数据采集 做了很详实的分析 现在目前中高端茶叶市场 还存在着品牌蓝海 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产茶 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供给 那些几大知名的茶商 像我们这样的独立品牌 确实非常少 而且我也特别有信心 在落地宣传之前 能迅速打开这个市场 因为我们的茶叶 真的特别好 我们已经清除了这个项目了 说实话 没有什么能打动我们的地方 所以也是基于 这个市场的不乐观判断 并且以你的资质 也很难让人相信 这不是一时脑热的创业 再说我们公司每天都会收到很多 寻求投资的项目数 你这个 不亮眼 我们的茶园位于湘西最深的山里 那儿的环境是真的很好 远离城市污染 人流 车辆 我们一直遵循的是 最原始的手采和种植技术 就像现在城市里 最新兴的独立咖啡馆 我觉得在未来 茶叶也会是这个趋势 好 可以了 我们了解了 我后面还有详细的分销方案 您可以看一下 真的可以了 你这个项目 和我们现在的投资方向不太符合 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喂 叶村长 顾佳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咱的茶期到了 村里这几天什么都不安排了 孩子们都停课了 都来查查业了 村长 我看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在想办法呢 顾佳啊 我跟你说啊 品质 产量 我都亲着盯着 你好好跟人家说 咱的茶叶就是你的底气呢 对不起啊 村长 我可能这次真的是帮不了你们了 那再想想办法呢 我可能连自己都帮不了了 要怎么办呢 我看到你呢 你怎么还能不能够 我怎么办 你别再想办法呢 我可能还没想办法呢 你不想办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